她性格特别特殊 生气发脾气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都是因为她有错在先 我不觉得很多事是我做错了 但是我还是一直去哄她 但是她动不动就玩失踪 我很难接受 我是想让她认识到我的重要性 这样她才会更加珍惜我 我就希望她能慢慢成熟起来 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这不是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我也不是无力取闹 她总是在错怪我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齐先生22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欢迎小齐 刘女士21岁来自山东学生 有请小刘 得请 欢迎两位 又年轻 俊男 两女 讲讲吧 先从怎么谈的恋爱开始讲起 就是我们是从老家开始认识的 老家认识 老家是那个就是济南 晚上以后就相恋嘛 一开始前两个月就特别好 他是在学生嘛 他一直在青岛上高中上大学 而是呢我那个时候刚毕业 然后在家里呢就是家人得投资开了个店 当时就特别喜欢呢 特别喜欢都不行了 然后就他就非常喜欢青岛 我就说行呢我把店关了 就和他一起来到青岛 等于现在还在青岛读书是吧 对 就刚毕业 他刚毕业了 但是在青岛就毕业之后就留在青岛了 对我在青岛 店也不要了 店也不要了 然后就关掉了 然后来到那个青岛嘛 来青岛和他一起 然后通过就是他的一些资源嘛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做抖音啊 做什么的 做这一行 晚上以后 我本来以为是个美好的开始啊 结果 慢慢的慢慢的就发现他的脾气 就就越来越 就是相处嘛 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暴露 然后直到这几个月吧 就是一直开始就玩失踪 就动不动一点小事情 完全没人吧 失踪就 少的时候两天 多的时候就七天 就一个星期左右 你们现在谈了多久了 我们俩谈了一年多了吧 一年 我们家长都已经认识了 想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大家一起吃了年夜饭 然后说一下这个关系 让 就把关系更挑明一些嘛 但他现在就是一直失踪 我就 哎 根本不是这样 如果他要是不气我的话 我怎么可能失踪 哎呀 您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他就是生气的点很奇怪 就比如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 之前是去火锅店吃饭 然后我们俩吃火锅嘛 吃到最后了 那汤美了 然后人家就过来一服务员 就跑过来问 先生您好 您要不那个啥 给您加点汤吗 我就说 行啊 您加吧 然后以后 他就生气了说 就吓了我和服务员 他说 不行 你怎么不问我 然后那服务员和我都懵了 然后人家服务员就激了我 就说 那好 我重新问一遍 就 那个小姐 您要不要加汤 然后他就说 要好人家服务员加上汤 回去以后就 回去以后就生气了 不行就要走 去啥呀 就说 就说我大男子主义 说我不爱他 就是太武断了 对 可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要当时问我的话 不就没有那么多事了 他如果要是细心的话 我的汤都用完了 他肯定第一时间 如果服务员过来加汤 他第一时间肯定要是要问我的 就是说 宝贝 你要不要加一下 什么之类的 哦 是这样的 懂了 然后就 这种事都已经算是好的了 就我们之前有一次吵架 也是要跑 那次什么事我都忘了 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 但那次 也是气到我的点上了 我也很生气 我就说 你走吧 然后我们俩还养了一条狗吗 我就说 这狗给谁 然后他说 他要 我说你要就给你吧 他说不行 那狗 我就扔了 扔拉一桶里 你的东西我都要扔拉一桶里 狗也要扔拉一桶里 狗 那你要扔拉一桶里 我说怎么是生命 我说你理智点 那我就不给你了 我养 他说不行 他拉着狗前头 我拉着狗后头 就一条柴犬拉成 拉长狗了 首先肯定不会把那个狗给丢掉 这毕竟确实我挺喜欢的 那当时肯定是我一气头 然后就 因为他都说了 让我把狗给拿走嘛 然后我就一气 然后我就把狗给架起来了 我也没有说 要怎么要把它丢掉呀 或者什么 对他就 就在前面这样 拉着狗 完事以后我就在后边拽 那狗就 狗狠狐狐 狗也不敢叫 叫了他打他 对 你还打狗啊 不是 你像我们完全塑造了一个恶婆的这个形象啊 你看你把它连起来 这个多恶呀 没有汤的时候 怎么着啊 不问我啊 一吵架 狗弄过来 恶婆 全都太恶婆了 我跟你说 公家 这种男孩不能要 知道吗 就在这么大一个现场 全国那么多人看的时候 他就这么攻击你 你不生气啊 我很生气 我现在特别想攻击他 他一直在说 哦 那您接着攻击 来来来来 我特别想说我有一次 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下 就有一次我就是 呃 当时吧 我们那个灯 比较暗 你想给他换了 我就预约了一个换灯的师傅 嗯 然后那个师傅 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那个时候都已经八点了 而且我觉得 我一个小姑娘在家啊 哦 这样肯定是不好 而且我给打电话 我就说你在哪 他说他在网吧 我说你能回来吗 然后他就说啊 等一下吧 我再打完这把游戏 我就真的就是很不理解 我真的就是 我就心里的 我是星期天不工作 我就心里的 我星期天的时候 我不行 我找个师傅来 他不愿意 他说非得提前找师傅 因为他没有通知我 他要找师傅 然后我和他说了 我说我今天和我朋友约好了 我要去网吧下班以后 去打个游戏 打到一半 他和我说那师傅来了 我问他师傅多久来 他半个小时来 我网吧离我们家 就十分钟路程 我那局也就十分钟就完事了 我说我马上来 完事就不行 我就挂电话了 其实我是和那师傅 一块上去的 然后最后那灯也是 我们一起安上的 对 确实当时他们俩一起来 但是这个事根本就不是 就是师傅来不来的事 就是他的态度的问题 他就觉得是我态度不够好 师傅快来了 我还说要打游戏 但其实就 二十分钟路程 我一会就走过来 他还没毛病啊 但是就是他态度的问题 就是他态度的问题 他是态度不好 他如果当时跟我说好 我立马回来 就没有那么多事了 不是 这个立马回来 他和稍后回来 没耽误事 他不一样是吧 他不一样 公主啊 是吧 还有一次的时候 一天早上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然后跟我说 就是今天 要去跟个朋友 然后还有就是 两个 一共三个人去吃饭 然后三个人的话 一个是男的 然后两个是女的 因为他们是 他现在不是 就是那个拍摄 有时候抖音那样子的嘛 然后就是说 要改造一下 他自己的形象 所以说叫着他们 三位朋友就帮他一块 就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一块去了 到晚上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就 吱吱吱吱的说 你跟谁在一块 然后他就说 我跟那个 我们其中两个女孩 在一块 我说你不是说 还有一个男的吗 然后他就说他走了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在骗我 还是什么 当时我就很生气嘛 我就说 我要跟你分手 之类这样的话 但是其中 有一个女孩 他喝醉了 这个女孩喝醉之后 就是他还把这个女孩 安稳地送到家 把他平序给安抚一下 但是我那个时候 都要跟他搞分手了 我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就是那天我们 就是我们四个 我还有我们当时 就抖音的那个导演 还有的那个 就是那个编剧 还有一个化妆师 说一起去弄弄形象嘛 包括以后拍摄要怎么弄 然后呢 中间的时候 完事以后 那个导演 他那个男孩子 他走了 他走了以后呢 就剩两个女孩子了 我做着头发呢 我不能说他做一半 我说他走了 我不做了 头发做半柳 我自己走了 我就说我得 我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呢 就去我们那儿的商场 挑衣服了 挑衣服的时候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晚上就是 那个男的走了 你要不要来 咱们一块吃个饭 我说人家陪我一天了 请问一下 有没有问你说 你要不要来 说了要不要来 那在你的版本里 可没有啊 然后你说 你为什么没去呢 当时的时候 跟我说的是 他跟有一个男孩 之后我是放心的 但是他当时 没有跟我说清楚了 是两个女孩 或者是什么样子 最后我才明白过来 是跟两个女孩 一块吃饭的 我就说打电话 你要不要来 他就说不来 我当时 我也是直男了 我没看出他生气了 没听出来 我现在人家陪我一天了 人家又帮我弄头发 又帮我弄那个衣服什么的 这没什么 吃个饭 怎么这要请人家吃个饭吧 尤其两个女孩 又不是单独一个女孩 然后其中呢 我们那个编剧 就弄着弄着就喝酒 他就喝醉了 人家喝醉了 关你什么事啊 不是 我就寻思地 把他俩都安定好了以后 因为说 毕竟是 说人家陪我出来的嘛 万一他喝酒 再出个什么意外 什么的 太不好了 晚上以后 我就 我还有化妆师 我们一块 送那个女孩子回家 送了回家以后 然后把她 然后我让化妆师进去 把她安稳好了以后 然后 然后我再 我再出来 然后赶快回家 回家以后 就不行了 就又 又要跑 又要吵架 又要分手 他说的没毛病吧 他说的确实是这样的 跟事实没有出入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 我很生气的点 就是她把那个女孩 还送到家里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都已经打电话 说我要跟她分手 完全可以找一个 她的朋友或什么 我这出点什么事 要不然你先过来 帮我帮一下 把这个女孩 送回家或怎么样子 我当时知道 她就可能会这么想 我还就打电话 叫我们那个同事回来 我说 你快回来吧 我说不行 我对向上又不行了 我说你快回来吧 她说不行 我这 她去找 人家去找人家自己女朋友 人家都去找自己女朋友 不赶紧回来找我 我 你还没听明白啊 她现在的核心重点 在于有一个人 已经喝多了 而 等于我请你吃饭 我请你和米娜老师吃饭 你们俩 其中有一个人喝多了 我让你陪着我送米娜 或者让米娜老师 陪着我送你 你觉得这件事 有什么错吗 孩子 还是说 我跟米娜老师 我们俩都走 给你一个人往街上一扔 是不是有个前提 其实她送她这件事吧 我最后想要确实是没问题 但是我生气的点 那问题在哪 就是在于 就是在于当时 她就在于我不在乎她 我没有立马回去 我该先把她扔 扔那儿 先回去哄好 不是说你可以这样打电话 把我叫过来 或者是 我让我跟你一块儿 去送她也可以 好好好 行行行 反正就按你的思维来就行了 还有什么事 您要说吗 还有 还有啊 对 您快说 就是之前有一次 我们两个去 出去玩 然后去了趟水长世界 但是我对 不大会游泳 然后当时我们就去玩一个 灶浪池 带着那种泳圈去玩的 然后当时就也挺开心 在里面玩着玩着 就随着浪走嘛 然后当时就一个很大的浪 就把我给砸翻了 砸翻了之后 我就很吓得慌 然后我就吓哭了直接就 我就软了整个人在里面 然后她还在那笑 我没有窝 就笑特别开心 然后也不过来救我 主要是当时 那里面有一对情侣 人家完全就一直拽着 她那个泳圈 就一直保护着她 但是我呢 这边就我自己 孤零零的在这里 然后最后她还说 我托她的后腿了 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俩去那个灶浪池 去那玩嘛 我一开始是抓着她的 那个泳圈 然后后边那个浪很大 又有一道水 把我们俩分开了 然后呢 我回头看她的时候 我确实是在笑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浪要来了 啪就给打翻了 打翻了以后 我赶紧过去抱着她 抱着她 我就哄她 我说你你别哭了 别生气了 人家旧生日元也下来了 然后我们俩就 把她放到岸上了 就一点事没有了 我说你别生气了 我说不行 咱就去一个 就是水迈点的地方 我现在就是 教教你怎么游泳 我说 我说 这以后也是一个技能嘛 说咱先试一下 怎么游泳 完事以后 她就又不愿意了 就是这种情况下 她还让我再下去第二次 这不是要我命吗 行了 你在家里面 就是个大公主吗 我在家的时候还好吧 就是 我爷爷从小 就比较宠着我 爷爷服教 你长大的还是 爸爸妈妈离的 爷爷家比较近 对 就是爸爸妈妈离 我爷爷家比较近 然后但是我从小 基本上是在爷爷那里 就长大的 就爷爷奶奶带你 是吧 对 一般你要在家里面 作威作福的时候 都是爷爷给撑腰吧 嗯 你在你们家里 是不是说一不二的 他不光和我这样 他和别人 别人也是也是这样 那主要你是我男朋友 我才和你这样子 我跟别人谁这样了 那你给我举个例子 让他也来说说好不好 就之前是我们俩吵架 那次我记得 就什么事我也忘了 就很小的一件事 完事以后 我就平时就比较喜欢裸睡 那次冬天 他就穿些短袖 跑出去了 我就一下没追逐 我就跑到外边去了 我现在我不能光着出去 我就回去 以后我穿上衣服再跑出去 他已经不见人了 我再问他的时候 他已经也不回我消息 我就赶紧的 赶紧问连续的朋友 把连续的闺蜜 给他闺蜜打电话 那我完全在闺蜜家呢 完事就生气嘛 然后就说 让我把东西拿来吧 我当时真的以为就 就怎么劝都劝不回来了 我说不行 我就把东西拿来 当时也是直男了 我就把东西 给他拿过来了 拿过来以后 他就说 你真把东西给我拿过来了 就开始扔 就扔了一地嘛 快递小哥过来以后 就扔人家车底下了 快递小哥就说 您不好意思 您磨一下吧 那他就说 哎 这你走路了 完事以后 就是凶了人家一顿 我就和快递小哥 到了半天前 我说不好意思 他可能生气有病 就你别理他 完事以后 就把他赶紧拉走 你才有病呢 他就他和谁 快递小哥 服务员的都 如果当时你要是不扔我 我根本就不会跟人家 弄那么一套 行不行 是是是 我经常记得都是 我们两个比较好的时候 那你倒好 你天天拿小笔文 在心里都记下去了 我怎么那么会 你不是也 也记了一些 不开心的时光吗 是吧 我现在都怕他了 我怕我说不对话 他那个什么 哎呀 听老师说 我我不懂